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React开发库的课程 今天是第四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Tailwind Mobile 咱们可以使用 Tailwind CSA语法 来建立咱们非常漂亮的手机应用 是这样 咱们大家都知道 Tailwind是一套非常不错的CSS的标准 它有自己的一套CSS的管理和组织方式 小马曾经做过专门的课程 给您做个讲解 今天咱们就采用Tailwind这个语法 干什么 还要结合React开发框架 咱们来开发一个手机应用 这个就是今天小马 要给您介绍了这个Tailwind Mobile 酷的功能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要使用Tailwind Mobile 这个手机开发框架 来做一个本地的应用 当然了 小马今天的课程 不会给大家做应用 咱们从它的官方网站 下载一个它的样例 然后我在我的本地 给您运行起来 咱们看一下Tailwind Mobile 这个框架都能做什么事 好不好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以下是Tailwind Mobile 一个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 Ctrl C 咱们访问一下 这个是小马官网 我把它拉大一点 好的 咱们试一试 Go 大家请看 Tailwind Mobile 就是这个官网 右边呢 是它这个框架 所编写出来的效果 大家看起来还是很不错 还支持黑模式 对吧 按钮等等呢 它都支持 非常的不错 对吧 表单输入 是吧 都可以做 OK 看起来就像是个原生的应用 其实呢 它是用Tailwind的语法 进行的编写 没问题吧 OK 下面呢 是它支持的框架 React VUE 对吧 主流框架都支持 它现在居然不支持Angle了 然后呢 支持Underload 和LS的UI显示风格 对吧 React VUE 好 而且呢 它支持Ionic和Framework 7 咱们呢 可以通过Ionic或Framework 7 拿到咱们的UI主题 然后呢 可以结合Tailwind的语法 进行使用 是这样 Tailwind的本身 并不提供什么空间嘛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结合一些个主题提供器呢 进行使用 好吧 OK 咱们再往下看一下吧 居然还支持Native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一行命令 就能够安装上 咱们呢 可以实验一下哦 好 那咱们点击Tailwind的React 咱们看一下它的React的文档吧 好 这个呢 就是它的文档 小马呢 并不准备基于这个文档呢 给大家讲解 其实在这里面呢 它有非常详细的安装的步骤 您呢 按照它的安装步骤呢 就可以把它的这套框架呢 安装到您的本地 好吧 OK 接下来小马要给您演示一个什么事呢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项目 所以说呢 今天呢 咱们从它的GitHub上面 拿到它的原代码 然后呢 咱们进行一下打包编译 咱们呢 先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GitHub 给您访问一下哦 大家请看 这个呢 就是它的官方的GitHub 这个我还没有给它点星啊 一会我login之后呢 给它点颗星 代码呢 全都是公开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把这个库克隆下来 然后呢 在我本地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吧 好 那咱们就进入操作步骤的环节 咱们试一试哦 把它的库呢 克隆到本地 我呢 在后端 已经开了个中端 咱们就直接克隆它 是没有问题的哦 好的 很快克隆成功 咱们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呢 npm install进行安装 安装成功之后呢 咱们通过npm run react 把它呢 运行起来 然后呢 咱们呢 可以在我的本地3000端口 看到它的效果 咱们呢 实验一下哦 我先清个屏 然后直接react运行 好的 大家请看 本地运行在3000端口 我做个拷贝 好 那咱们实验一下吧 在这个地方哦 go 有点慢 好的 大家请看 已经出来 这个呢 是我在本地运行效果 跟它的官网呢 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吧 OK 效果呢 已经出来 非常的漂亮 黑模式也是可以的 现在好像这个国外啊 特别流行黑模式啊 反正我现在看黑模式 不是很习惯 我还是更喜欢看白模式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 小马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Tailwind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CSI框架 如果它还能够开发 手机应用的话 它呢 一下子就变得强大了很多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可以去实验一下哦